本期话题 着床出血的量和颜色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着床出血的量和颜色 着床呢 通常发生在 精卵受精之后 他们通常呢 是在 苏蓝丸散端附近 受精 然后呢 逐渐的经过苏蓝管 向宫腔内移动 到达宫腔 然后附着以子宫内膜 然后进行种植 这个过程呢 种植的过程叫做着床 这个着床呢 就是滋养细胞不断的发育 向这个子宫内膜深入 然后来摄取足够的血运和营养 那么在驻步的深入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 触及到子宫内膜的小血管 引起出血 这个出血的量呢 通常是不多的 就是很少量 可能 就是一点点 可能只是褐色的 或者是粉色的 或者是白带里边有点点血丝 等等 总而言之 它的量是不大的 通常就是发生在 从开始着床以后呢 到这个妊娠的七八周以内 这段时间呢 都是着床 都有可能出现少量的出血 但是如果出血量多呢 就预示着不良 就可能会预示着鲜兆流产 所谓出血多的话 就是鲜红的 护电 甚至能够透 甚至呢 卫生巾都能够透 并且扮取着腹痛 这些呢 往往提示着一个不良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